建议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 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 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中方再次跟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相反术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